我們這個模擬器之後 去哪裡找模擬器 在右上角 您看一下右上角有沒有一個房子 有沒有 右上角這個區域 這裡有一個房子 這個就是模擬器 你把它按一下 按一下 跑出來了 對不對 那在旁邊這裡 再按一下 在元件 再按一下 有沒有跑出來 但是這樣有點小 這樣太小氣了對不對 所以呢你來這個地方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可以放到最大的 你把它按一下 這樣你就有比較大的空間 再看一次喔 按一下打開按一下收起來 那麼你 先把這個地方 打開元件 你也可以先放到最大有沒有沒關係 按一下元件 右手邊就有出來了 那麼這個元件怎麼拿出來就按著拉出來就好了 有沒有 這樣就有一個了 各位不用擔心 放大縮小不失針 這邊是向量的 所以你可以用滑鼠的滾輪 往前或往後 就可以放大縮小 好就可以放大縮小 那 這樣就有一個 那萬一如果你多了怎麼辦 上面這裡有這個 刪除 你就可以把它刪掉 好如果我多了就可以把它刪掉 那等一下呢 我們需要兩個部分 一個呢 就是你現在拿到的這個 Arduino 的板子 另外我需要一顆LED燈 可以嗎 好需要一顆LED燈 所以你也按著把它丟出來 把它丟出來 好 那 右手邊這裡用完了 你可以把元件再按一下 它就收起來了 好它就收起來了 請問這樣各位有沒有跟上 這樣有手把手的一起交各位嗎 好那你先認識一下 因為不是所有同學都認識這個板子 所以我稍微講解一下 你看 我們這個板子把它放大一點 你看下面 有沒有看到它的電源 幾伏特幾伏特有看到了 它有兩個電源 一個是3.3 一個是5伏特 那可以考一下各位嗎 請問USB的電源 電壓是多少 5伏特 對 呵呵呵 所以這個就接那個就好 那第二個 我們一般 除了有電源還有接地 那因為這個板子是比較標準的 Arduino的板子 所以你可以發現 這裡有三個GND 這裡兩個 上面有沒有還有一個 對不對 有三個GND 就是接地用的 接地用的 其他的呢 你會發現呢 我們在這邊還有什麼呢 有沒有還有一堆數字 就是 這些就是角位 給我們插那些角位用的 給我們插一些角位用的 所以呢 你如果 在這裡 這裡 在這邊 那你有沒有發現這些數字 有的 有一個東西 有的沒有 有的有貓貓蟲 有的沒有對不對 有貓貓蟲 一般我們稱為類比的訊號啦 就是我們講的 PWM 類比訊號的角位 所以如果說 有需要有類比訊號 其他都是數位角位 就是零一零一零一這樣子的 類比的角位就好像我們有些燈 他是這樣 用轉的越來越亮 越來越暗 有沒有 就是 他會有不同的程度 數位就是有零一零一的 再有沒有稍微清楚一點點的 好 那我們再往下 看一下 這個拉下來 欸 各位 有沒有看到一顆LED燈 你有沒有發現他有長短角 有 請問真的LED燈有長短角嗎 不知道對不對 所以我們還是來看一下 看真的有沒有 你看 在這裡 有沒有長短角 請問長短角 哪一個是正極哪一個是負極 反正管他的是嗎 我不會差好不好 好 差了就知道 壞的反正就算了 好 這個呢 欸我來寫一下 這裡 這個是正極 好嗎 長短正極 短短是負極 老師沒有用這個當白板過 這個也可以當白板 反正你看得到就好了 不是嗎 對不對 短短是負極 長短是正極 這裡寫不出來 因為是滑滑的 油油的 OK 那你有這個概念之後呢 我們回到這邊來 有沒有 好 那要怎麼接線 標準的我們是要用這種 這種 這樣但是你看不到 我放下面 有沒有這個杜邦線 好標準是用這個杜邦線但是呢 我模擬器當然不用啊 你只要滑到那個端點 有沒有會亮起來 所以你就按著他 那短短就是接地 有沒有 放開就好了 長短 因為LD燈很省電啦 所以不需要接電源 所以你就直接接一個 給他一個訊號線 假設我這邊接到10 可以嗎 放開 這樣就好了 萬一接錯了 你就點到這條線 按Delete 有沒有 就可以重來 所以 這樣都不怕會燒壞掉 好 這樣 那有些人如果比較有潔癖的 他覺得這樣不好 你可以中間按一下 你可以折一下 我不會怪你的 這樣可以嗎 OK 這樣我們就接好了 就接好了 所以 如果你用好了之後 我把這個線收起來 那收起來之後他可能放到下面去 你用滾輪 把鼠的滾輪往後退 有沒有就整個縮小了 那你要平移的話 你不要點到他移動 因為我要整個一起移動 就空白的地方移動一下 這樣就可以 好這樣就可以 每次我再收起來 這樣我就比較大的區域 那我就等各位一下囉